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看一下我們的 《植物大戰殭屍2》的中文版 那後來有觀眾跟這邊講喔 我都忘記了耶 因為我們之前挑戰是從最難的關卡打回去前面嘛 所以我們應該 現在卡慣了 我們應該要從最前面打回來後面 好像是可以的喔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是可以重新開一個新的地區 然後打完那個關卡之後再看一下 能不能來解決我們恐怖的飛行器 因為你要先去拿一些其他的植物過來啊 才可以就是比較順利來打爆我們這個飛行器喔 那有觀眾不推薦哲平用我們 就是那個鑽石去弄東西 因為鑽石是要來買東西的 那當然啦 那鐵定是當然的啦 哈哈哈哈 好啦那沒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啟我們一個 全新的那個 之旅好不好 大家好像是說哲平可以打一下功夫世界 那我們今天就來打一下功夫世界 不過他一直在轉圈耶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讓我玩你知道嗎 這陷入到底是有沒有這麼誇張的地啊 這是怎樣 我們就看這個花椅子在這邊轉就黑批了是不是 他在幹嘛啊 等我一下喔 我先去把他弄好喔 這陷入真的是很差耶 哈哈哈哈 好的那我們回來了哈 那我們就來重新一個新戲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這邊我們之前都已經玩過了啦 所以我就沒有先用這些 然後平安時代神級愛奇海港 然後西部狂野功夫世界 那我們就先來玩一下功夫世界好了好不好 因為大家都跟我講說就是 可以先來打個功夫世界看看 那我們就來玩個功夫世界 我都忘記我之前是從最後面打到最前面 所以有一些關卡是真的是 蠻難的 你可能就是要先拿到前面一些植物 才可以做一些事情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功夫世界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款的話呢 比較麻煩就是他的植物是有等級的喔 那殭屍也是有等級的 所以非常非常恐怖 這也是功夫世界 我要看氣功表演 數據顯示 會武術的殭屍危險係數提升兩倍 還要小心那些兵器架 好像殭屍特別喜歡拿上面的東西 所以這邊的話有火把耶 有兵器架好像很猛耶 哎唷他們長得好帥喔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不要再用這個冰晶雪晶年了 因為之前就是用太多冰晶雪晶 大家覺得哎怎麼NOMO的無聊 那我們就來用一些比較一般般的好了喔 就用這些我們的基本陣型來打打看 那跨買幾雷喔 基本陣型 很有中國風的音樂喔 然後繼續先把那個 陽光先弄出來 先中陽光 先中陽光 然後等那個 等他們殭屍出來的時候 我們再看一下要中哪一邊喔 不知道植物大岸殭屍山什麼時候會出欸 其實還蠻想要玩的 喔喔喔喔喔喔 欸他直接變身欸 好猛欸 他會直接變身欸 這蠻帥的喔 我們一樣兩排的太陽花花 哇他們很快欸 喔兵器架 可以幫他們擋攻擊 哇哩咧 那目前看起來 我們是OK的喔 這樣的陣型 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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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 火炬放一下 來啊你想要著火讓你著火 嘿嘿嘿 拿著火把啊 我幫你點亮 這第一關好像還好喔 那是當然的吧 第一關如果就很恐怖 那也是會非常恐怖 好 這邊的話我們基礎的這個 植物陣型看起來是打得非常 完全沒問題喔 是ok的喔 你再放一隻 一大群殭屍要來啦 可以喔 直接燒爛欸 說真的這個火焰球的傷害是真的還頗高 完全沒問題 各位 耶 好久沒有體驗贏的感覺了 你們知道嗎 被那個直升機的那個關卡打到快要吐血 終於我們又贏了 太開心啦好不好 太開心啦 終於 終於 開心開心 然後這邊 第二個 簡單 前面應該都還蠻簡單的 應該都不是 會告成什麼太大問題的東西 哇 這是什麼東西 那裡有個葫蘆 裡面有酒嗎 小心 這葫蘆好像具有高倍的攻擊力 我知道了 它能用火燒的這個兵器架 哇 幹嘛 請點擊噴火 哇 專門來燒兵器架的 然後它會休息一段時間 跟我們就是那種椰子大炮差不多的概念 好好好 又有新植物了欸 這可以燒爆武器架欸 這還不錯 讓他們不要拿武器的噢 別想給我拿武器 它看起來好醉噢 這個是我們傳送袋的噢 輸送袋關卡 吐火 別想拿 它拿的好像是那個欸 好像是那個 腦袋棋子噢 我也不知道那個腦袋棋子就能幹嘛 好像不該噴它的 應該讓它拿的 哇 又來了 噴掉 現在最先要噴的就是那個了 要噴的就是那個火把的 火把太誇張了 噴 好像還不會噴到我們植物欸 這是個很聰明的設計欸 不會噴我們植物欸 還不錯 那可以噴殭屍嗎 葫蘆我要噴殭屍 欸可以嗎 看起來好像是可以 嗎 不知道 貌似看起來可以啦 實際上的話不知道 冰一下 噴一下 馬上解凍 欸可以 它可以噴 哇 它有大槌 噴一下這個 不要讓它再拿大槌了 拿大槌好恐怖欸 哇 距離好像不夠遠 沒噴到 這新植物也是蠻爽的欸 我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拿欸 真希望可以拿 哇 這個火好像有點小 噴 我在噴 雙重噴 不要吃我們的葫蘆娃 被吃掉啦 我把它下去 然後盾牌 我本來下去 功夫世界是最近更新的嗎 還是本來就有啊 這個我不知道欸 應該是本來就有了吧 因為我最近有聽到別人講說有功夫世界可以打 搞不好有可能是最近 新開的也有可能 嗎 我不知道 應該是本來就有了啦 來 各位準備 3 2 1 點火 1 2 3 4 發起來 這樣看起來很帥欸 噴火噴火 噢 原來這個錘子的冰是龍捲風冰欸 好可愛 噢 它的那個火啊 它會 就是隨著它可不可以點的時候 它其實黃色都可以點 只是它噴的那個距離就不會這麽遠 欸 這是還蠻可愛的欸 說真的 這是蠻可愛的 我覺得還行 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 最新的植物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拿到欸 要蒐集碎片啦 大葫蘆娃好不好 要隨時蒐集碎片才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哎呀 我們來玩的就是我們這個 功夫世界啦 我們先來這邊取得 噢 它在後面 它在後面 會拿到 就先來這個世界 先取得一些新的植物的時候 我們再回去打一下那個就是 對空的那個就是關卡 因為對空的那個關卡 感覺要累積更多的植物才可以打一波這樣子 那你們對於這個新的 這個葫蘆娃植物有什麽看法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們一些看法 那我現在還是蠻期待就是 如果那個庭院啊 可以趕快再回來 因為好想再玩各位觀眾的地圖喔 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